不如先說一下現在兩隻大熊貓的情況 基本上牠們在大概26日到了香港 進駐了四川旗珍館之後 牠們的食慾和行為都是正常的 狀態是穩定和良好的 剛才你看到安安在環境蜂蜜的互動和吃東西的時候 其實我可以說安安由於性格很喜歡探索牠的環境 以及之前可能在其他媒體也見過 形容牠是一個活潑浩動的男孩子 所以在食慾過程中 牠們很快就已經到處去過房間探索 在可可也比較適應的快點 而癡性大熊貓可可其實可能是女孩子的關係 牠在每接觸一些新事物 或者一些新的護理、訓練、操作的時候 其實都是比較謹慎的 容易比較緊張 所以適應期,尤其是在初段的時候 可能我們也要花多點心思 剛剛在這張照片之前 你看到進入了一個訓練狐狸的籠 其實就是在過程中 我們的狐狸員可以近距離用手 給牠一個最喜歡吃的食物 過程我們叫牠的名字 可能有時拍一下牠、摸一下牠的手 由於牠早已熟習了 我們較早前去四川的護理員 所以這個過程可以令牠 不太緊張容易適應新環境 有一件事可能之前大家都會聽過 或者其實在大貓的一個戰行為中 當遇到一些新環境 牠們會進行一些氣味標記 將牠們的一些體味 去塗抹在一些新事物中 包括安安和可可都會這樣做 在牠們第一、二日來到的時候 我們發現牠們很喜歡在牠的後勤房間 無論是牆壁 或者剛才的地下 或者是一些攀爬架 甚至乎在一個磅上 牠們會透過牠的尾部有一個線體 將牠的氣味去塗抹在上面 作用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因為一個新不熟的環境 牠們將自己的氣味塗抹上去 令牠一邊居住、一邊在喜居任食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安全感 慢慢這個氣味的標記 一個塗抹的行為 就會頻率、密度會減低 也是在大貓適應一個新環境 一個很正常的行為 安安和可可都有做一些氣味標記的行為 在牠們慢慢適應的時候 我們也加入了一些護理訓練的時候 確保牠們可以適應到環境